研究导演组问 如果真是有这个环节 你们会选单人的 双人的 我们说我们一定要选一个 单人的最弱的 然后他说 你不是找个软式捏吗 我说我软式太硬了 我要捏果汁是吧 可以吗 不可以 对不对 不可以 老脸不要了 就选一个 我们就真的不能那么不要脸 因为双人表演再怎么烂 也是比单人的能量强 所以我们觉得 比单人的容易 我们得选一个 我们心中比较强的 是 而且是双人的 是 对 只有一对 那等一下 希望肉食动物呢 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舞台 虽然我们很熟悉了 肉食动物还是来之前 有想说的 说两句 托福两句 我们是 我们是来自厦门的一个漫才组合 你叫肉食动物 对 我叫晃晃 一会上台不就要说了吗 好 好 让我们有请肉食动物 大家好 我是大沫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是肉食动物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是肉食动物 你是把外卖小哥吃的 我不可能吧 小哥小哥 你能听我说话吗 我说了没有 我的意思是 现在叫外卖太方便了 方便吗 对啊 你很不方便吧 你不会遇到很多奇葩的事情吗 就你打个电话 他就给你送过来 很方便啊 怎么可能 我们来试一下 好的 你好 我想点一份外卖啊 有病吗 打错了 我不可能打错 我们得有对话 要有对话的 你好 我想点一份外卖啊 欢迎来电 中文请按一 英文请按二 二 吴德白 不会说英文 就不要提供英文服务好吗 直接点餐嘛 你好 你好 我想要一份烤鸭 好 先生 听你这个声音 一份应该不够吃吧 听声音就听出来 我食量大了嘛 我就要一份 抱歉先生 单点不送啊 那你这还有什么 其他推荐吗 我们还有佛跳墙 可以来一个 先生要哪款呢 我们有如来佛跳墙 和弥勒佛跳墙 太详细了吧 先生如果不喜欢呢 我们还有仿佛跳墙 仿佛跳墙 就他仿佛要跳 又仿佛不跳的样子 他到底跳不跳嘛 薛定饿得佛嘛 先生具体要哪款呢 你这个菜太奇怪了 你这样吧 我就要两只烤鸭吧 先生我跟你说了 一份不够吃嘛 这你们店的规则问题吧 先生前面送到哪里啊 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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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址会有人知道吗 我一下 就是示意一下 大家应该都懂的 好 马上送到 靠靠靠 你好 你好 请问是别说话 为我的唇先生点了餐吗 没必要起那么非主流的名字 你跟我形象有关就好了 靠靠靠 先生点了烤鸭 稍等我帮你骗一下好不好 先生你点的烤鸭 现切的呀 你有这功夫 不至于送外卖了吧 拿好 还有我们店长为你画的小画 是一只可爱的小脑斧吗 是清明上河图 我不要清明上河图 这个酱怎么撒了 不是我弄的 不是你弄的谁弄的 跟观众没关系 你帮我处理一下就好了 拿嘴吗 你拿纸擦一擦好不好 有道理 擦嘴啊 你该擦满吧 灯木 你演得太奇怪了 你这样吧 我给你做个示范 所以现在是我要叫餐吗 对对对 好不好 你好 这里是沙县小吃啊 沙县 沙县 沙 沙 沙沙 沙沙沙 沙沙沙 你好 这里是兰州拉面 好的 我要一份拉面 好的先生 那请问您机会什么呀 好 我机会唱歌 又会跳舞 跑这儿秀才艺来了吗 先生 我是问你具体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可不可以帮我画一幅那种小画 可以 没问题先生 麻烦你帮我画一幅清明上河图 我画不了 我画不了 好 那赶紧送过来吧 好的先生 那请问送的哪儿啊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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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 可以啊 我的天啊 这两个巴拉巴拉不是同一个地址啊 赶紧送过来吧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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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咔咔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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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estion 你 先生 你是住防空洞里了吗 啊 巨蟹座比较没有安全感 哈 赶紧送过来 哦 先生 你点的餐 哎呀 别玩的大 generosity 别玩了呀 小胖子得灵活的嘛 等一下 是不是偷吃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胖子呀 太没礼貌了 哎呀 再给你拿一份先生 先生 二十块钱你怎么支付 二十块钱有必要拿支票吗 我的签名照 我要你签名照 哎呀 先生 最后一份的 先生 请问家里有什么垃圾 需要帮您处理的吗 先生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垃圾吗 老婆老婆 老婆吃垃圾吗 把垃圾拿过来 吓死我了 来 这是我儿子 你够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老师 士童吗 不知道 是士童吗 恭喜 恭喜 由士童我直接进击 谢谢 谢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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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位朋友一会儿再 一会儿再处理 一会儿再处理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走过一队非常优秀的漫才组合 我们都很伤感 其实我们就希望兔口秀大会的舞台上 能有一个漫才的表演 对 我觉得肉食动物的表演当之无愧 掌声 对 掌声再次送给肉食 谢谢 好 那么刚刚对之前的漫才组合比较苛刻的罗老师是什么打动了你 其实他们这个应该早就拍灯了 对我来讲 但是拖到后边是因为我又在想一些宏大的东西 是说 比如说他这个是纯无厘头的好玩 所以我就在想他们想干嘛 最后我一看时间到了 不管了去去他都会爱是什么什么 反正高兴了就行了 另外我想强调一点 我不觉得是我们不接受漫才 是的 是有比较的话还是就 他可以是任何选择 他有选择这个人 罗老师现在已经都不说那个不知当讲不当讲那句话了 对就是他们这个形式我根本不觉得是问题 就好像上一届我也不喜欢网勉的那个形式 但最后还是折服了 是的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是吧 形式不重要 就是好笑 真的是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节奏 而且他们那个表演 真是我觉得那个分寸都是准确 厉害 而且他们这种形式好像什么都能往里往里加 巴拉巴拉小摩仙 然后直接就 直接就莫名其妙就可以 就可以尽所有的东西 哎呀 有什么渊源 讲两句 跟郭老师有什么渊源 我之前 之前罗老师是我的微博好友 然后后来吴老师把我删了 应该 就是我在12年的时候我开了个客栈 然后当时说 就是您的那个锤子科技的员工和英语学校的员工 都可以享受我们的会员价 我相信我关注你是我操作的 但是删除应该是我们同事做的 对 他们经常帮我删除一些就是不好看的人 删除一些不该关注的 因为我们已经在厦门刚开了一个分公司 所以我可能后边一两周都会去厦门 很希望在那能看到你们在本地的线下演出 好的老师 我们多啰嗦一会儿 因为还是挺开心的 终于有一对漫才组合进击 因为他们两个的职业背景也很好笑 你们两个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设计师 然后对我们俩都是爱好讲这个 对我是一个手机游戏的制作人 非常厉害 为什么设计师你们不挖一下 他们两个 再来一次 我其实是个设计师 我其实是个设计师 没有没有 他还是谦虚吧 其实是人家自己开公司的对吧 大公司 也倒无比 非常好 让我们有请另外两位朋友来到舞台中央 这俩等着下来跟等车似的 好的 这个 也没有机会退赛了 也没有机会亚军了 建国这就要走了 我没有见过这个建国 你没想到这个结果了吗 想到了 完全能预料吧 对 觉得能预料的 而且也最后的作业就是选一个 我们觉得应该还挺强的 对 行了 设计师是厉害他的 对不起啊 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其实虽然嘻嘻哈哈的显得不太伤心 但是是 多多少少有那么三分难过 这会儿你们默契了 神经病 肯定是有三分的嘛 至少三分 入目三分的哪 但是我是有三分的 对 走新的吧 学吉他 好 学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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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定真会去学的 王建国学芭蕾 王芭蕾 什么 张柏阳的名字您再来一个 这是啥 哎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讲多了这种东西 哈哈 好的 两位没有什么要说到吗 你有啥想想说的呢 就想跟你道个歉 我道什么歉 没有什么可能 那再跟观众道个歉 再来跟观众道个歉 对 我俩就差不多这样 咱们来年再说 不好意思 谢谢 真的吗 不可能 我不能接受 王建国 张柏阳 只不于此 明年再见 再见 王建国 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 不可能 就是这样 今年就这么狠 今年就是这么狠 真的 王建国 明年再见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可能 拜拜 我像中囊股20%吧 对 是吧 也就这样 对 哎 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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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挺喜欢这个东西的 然后又是 是 费了挺大的力气 现在郭柏阳我觉得那就是一场社会实验 街头艺术吧 反正就是像艺术家致敬 就是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吸引的东西 在它还没有成为主流之前 被人们诟病所质疑 但是我向两位先锋致敬 因为他们的作品实在是太新了 而且这种双人的作品 势必要经过大量的排练 我个人感觉他们俩更适合单独讲 你真正想成一个好的相声搭档的话 那真的是得非常非常的默契 这得有好多时间打磨 没整好 没事 没事 完全能预料吧 对 觉得能预料的 而且也最后的主演就是选一个 我们觉得应该还挺强的一堆组合 建国和博洋是知道人家很厉害的 他们故意选择他们吧 还是很有尊严的一种选择 最沮丧的就是没做好 是 因为节目也上了这么多季了 对 跟观众道歉也道完了 对 跟观众道歉也道完了 也不光是跟现场道歉 我也跟他道歉了 也道完了 不用道歉 互相打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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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